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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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杰呢 來到我的診室 這次不同了 他是跟他媽媽一起來 然後來的時候呢 媽媽說 他們結婚已經好多年了 一次刑訪的經驗都沒有 俊杰苦著臉說 我不是不願意 我是跟我老婆不行 我老婆長得又黑又醜 跟到想像中都完全不一樣 媽媽說 這已經是我們最後一根稻草 就治吧 我們到治療室裡面發現 其實俊杰勃起的狀況 一直都是很差的 後來他才陸陸續續承認 之前告訴我 他可以跟性工作者 可以進行性愛 是因為 每次性工作者 都完全準備好 在他們的工作床上 直接把他的 這個音部打開 讓他可以順利放進去 所以他每次做愛都成功 但是遇到他現在的老婆 完全就是個處女 一點感覺都沒有 什麼事情都要俊杰協助 變成主動者 俊杰沒有辦法完成 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俊杰一直 從剛開始的不願意承認 自己的勃起功能障礙 到最後承認 承認了以後 靜下心來練習 問題又來了 雖然他有小許的進步 但是 他的老婆 李倩 一直覺得 他就是嫁給楊偉男 他不願意去配合俊杰 他的閨蜜 一直告訴李倩 你這樣子的狀況 不如離婚算了 但李倩心裡面 還是存有一絲的希望 希望跟俊杰 是可以白頭偕老的 李倩雖然有協助俊杰練習 但是俊杰在整個勃起的狀況裡面 讓李倩失望 那李倩在進行按摩的時候呢 也對俊杰的陰莖 有非常非常多的埋怨 動作完全都是非常的自私化 難怪俊杰硬不起來 最後吵到兩個人 決定要離婚 在離婚前 李倩又後悔了 李倩覺得 在這個性生活當中 他完全就是一個犧牲品 他要的好 就是俊杰像一般正常的男人一樣 但俊杰他能夠的好 只能在李倩協助之下 有一些改變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不斷不斷地進行協調 讓李倩跟俊杰認清事實 知道目前的狀況 若要在一起 兩個人必須都要 有一點犧牲 有一點奉獻 有一點奉獻 最後的結局 當然是李倩跟俊杰兩個人 能夠過正常的性生活 但過程中 的確是很辛苦的 朋友們要記得 性治療 絕對不是一救而成的 像李倩跟俊杰這樣的情形 在治療室裡面非常常見 治療的過程不是在看結果 雖然我們都希望結果是好的 但是這個過程如何去 慢慢地離奇 慢慢地去接受 慢慢地去協調 真的需要彼此的耐心跟勇氣 因此我還是奉勸各位 如果你真的希望兩個人的感情好 要在跌倒的地方 學習把好的東西抓起來 不要跌倒了之後 立刻站起來 因為站起來之後 你還是會在原地跌倒 這樣對於兩個人的 以後的狀況 其實是不會有改善